台湾製的MPEG寶桿 可以看到前面臺灣製的MPEG寶桿已經裝上去了 裡面掃了通風網 事後再看怎麼處理好了 這個霧燈原來是沒有的 這個線路適合我們在補 現在等這個豬鼻頭也叫了MIG附廠鍵帶回去送 那現在車身起來幹什麼呢 就是我們之前有提到它這個檔位 一下好一下壞這個是個大問題 因為這個車子是當時146BEP的 它還沒有手字牌 它是一個跟E36一樣 PRMD321的 這款式其實特別的少 所以這個檔位開關 該給零件商叫來 這個是正常原廠鍵非常貴 這顆檔位開關就一萬多塊了 忍痛也得換喔 不換的話檔位開關不好 這個車變速箱等於掛定 好那我們車撐起來還有另外一個目的喔 除了檔位開關在後方之外 引擎這個部分喔 我們當然提過 它整個上半部是很乾的 那底下這一個油底殼 油底殼漏油漏的很厲害 那這油底殼要拆呢 其實沒有想像中容易 因為它這個編導就是直列式的引擎 它油底殼 除了後方你看到之外 它也延伸到前面的工字樑下方 也就是說你要把油底殼拆下來的話 一定要把引擎提起來 或者工字樑放下來 這個呢挺麻煩的 待會我們操作看看 好 如果我們上次提到的這個檔位開關喔 就是在這個位置 這個是排檔線 然後控制這個波桿前後移動 那移動的時候這個軸心呢 就同時驅動中間這個檔位開關 那這檔位開關如果故障的話 這送出去的訊號就是錯誤的 所以我們必須把這個檔位開關呢 做一個更換 那首先當然你看 要把這個外面這個波桿 和軸心把它鬆掉 插頭拔掉樓勢鬆掉 整個才可以出來 好這個就是拆下來的檔位開關 這個就是拆下來的檔位開關 這是原來舊的 這個是新 應該講 就是這中間呢 有個軸心從這邊插進去 然後轉的時候呢 轉的時候呢 會帶動裡面有碳刷被移動 經過不同的一個碳刷 0101正負正負 訊息從這個插頭傳出來 那這裡頭當然久了 包括磨損啊 包括環保材質啊 熱帳輪縮啊 裡面一定有些接點已經壞掉了 但是這個東西沒辦法 其實說起來裡面也不是很難動 就幾個軌道 然後銅刷在上面摩擦 但是壞呢還是得換 這個原廠的 這個1萬多塊 我們就把它換上去 馬上就可以看看 它檔位是不是就回復正常了 好昨天花了很多時間呢 在這個引擎的部分 包括呢 檔位開關 這個檔位開關非常的昂貴 但是不換的話 這個檔位沒有辦法準 這也是不行的 然後呢 換這個油底殼墊片 油底殼墊片 本來只是很簡單的一個 就是膠條在油底殼 但是呢 我們知道這個BMW引擎是直列的 直列的時候呢 它的引擎跨越了這個工資量 所以油底殼呢 也跨越了工資量 所以呢 油底殼要取出來 因為油底殼裡頭還有這個 機油bomb啊 這個反向平衡軸等等的 所以呢 必須把引擎提著 上面用吊架吊住 然後呢把工資量往下放 讓引擎跟工資量中有間隙之後呢 才能夠把這個油底殼拿出來 把電圈給換掉 所以那是一個非常麻煩的工程喔 所以昨天呢 搞這個檔位開關 以及這個油底殼呢 就搞了一整天 那今天呢 再把這個整個外觀做完之後呢 其實基本上已經大功告成了 只剩一些細部都要處理齁 好 那當然外觀跟引擎變速箱搞定之後呢 一定要看裡頭囉 好 這個內裝飾板看我們都裝好了嘛 但是呢 這裡頭當然之前有講說 有一些問題喔 包括這個面板啊 糊糊的 這糊糊的呢 也包括音響面板跟冷氣面板 那冷氣面板 我想這個為了面板換一個模組 應該滑不來啦 不過音響的部分 我們到底在殺肉店找到了這一個 跟這一模一樣的原廠音響齁 就可以把這個面板糊的部分處理 然後呢 這音響好大聲 不能轉那個音量齁 把這個東西都一併處理掉 或者是呢 就是把這個音響 和這個冷氣面板移位之後 整個換一個16比9大螢幕的一個安卓系統 那到底應該怎麼做會比較好呢 我們記得往下看吧 好大家還記得吧 在那個終極的時候 特別呢 把這個座椅說明了一下 本來座椅很可怕 那我們去這個拆車的齁 拆了一車份的 原廠的合成皮的座椅 大家看內裝 好是不是很乾淨漂亮 好整個座椅 好都全部換掉了 好然後天蓬 好天蓬重新坐過了 好所以像內裝就看起來 非常的乾淨整潔 雖然說這個是陽春版的一個三系列 但是呢 你只要全部恢復原狀之後呢 那種整齊清潔的設計感 就全部出來了 講一件事情 這我很得意的齁 我們知道這個年代的這個鑰匙呢 因為它按這個地方 這按鈕 橡皮會黏黏的 好所以你看 本來是這樣黏黏的很噁心嘛 我們去買這個 這個是Fiber Glass 碳纖維的貼布 剪成圓形之後呢 黏上去 欸你看 鎖門 開門 開行李箱 這地方呢 欸這個就還原了 當然呢如果說你覺得這樣不夠好的話 一樣 你看這一支 這支台灣啊 跟這個可能是大陸做的啦 就是完全跟原廠的仿一模一樣的 那呢你可以把裡面的 背面打開來之後呢 裡面的這個晶片 跟它的這個遙控器的電路板 挖過來之後呢 再拿去鑰匙店喔 去磕這個痕跡 磕完之後呢 你就複製了一支完全一樣的原廠 原廠的鑰匙了 只是說如果你希望要維持兩支的話呢 你可能必須去買一個 遙控器的裡面的那個電路板 這個也是買得到的 那個是每一個車都可以透過一個設定之後就可以對平 那裡面那個引擎的鎖定的那個防盜晶片呢 就必須要找店家去把裡面那個IC再copy一片 你就可以有兩支跟原廠 一模一樣的鑰匙喔 好啦我們當時在檢查車況的時候 我發現說這個音響的問題有沒有 你看 一開聲音啦 它那個哇 這個音量根本不能轉 然後它這個面呢也糊糊的喔 所以當時有講說這個音響呢 一定要把它換掉 單音響換掉有兩個選擇 為什麼有兩個選擇呢 我們看 我手上有兩台東西 左邊這一台呢 是在殺肉店買的 跟著原廠一樣的音響 但是呢 它這按鍵 當然是好的 也就是說 我把這一台 抽出來插進去之後呢 就可以回復原來的樣子 但是呢 既然要換的話 也可以升級嘛 我當時不是買了一台這個嗎 這是全新的喔 這個在網路上買 這應該大陸生產外銷的 這就直接 裝上去之後呢 就會合著146的 但是可以看到 原廠這個 我們看這邊 原廠是音響 跟冷氣面板 共同分享這個 凸定的面板 那這個整個弄掉怎麼辦呢 那原廠的這個 冷氣面板 必須呢 下放 下放到下面這個置物盒 這個地方 OK 那我們來操作看看 是不是真的可以這樣做 我們現在來示範一下 你看 哇 什麼東西都沒有螺絲怎麼辦呢 看我做一次你就知道 這種常在拆的 我們就知道步驟 找一根扁的 如果你很怕刮傷內裝的話 或是說技術還不夠好 可能把這個 板 騎子 包一點膠帶 以防刮傷飾板 讓我們很熟練的話 就OK 你看到怎麼做 來我們看這邊 其實底下呢 都是有一些 東西的 來 它這飾板 先挖開 不要怕 你只要勾好 往上挖 好 好 這就起來了 你看很多螺絲有沒有 好 然後再來中間這一塊 這一塊 右邊剛好被那邊蓋住的 所以這邊起來 這邊就起來了 好 一樣再挖左邊 好就起來了 小心不要掛到前面的表面 好 再打開之後呢 這裡頭有螺絲 螺絲呢 該鬆的把它鬆掉 好 這邊一二三四 我們屍線已經鬆掉過了 一二三四 好 鬆完之後呢 這兩顆鬆掉 音響的部分就抽出來了 好 這就壞掉的音響嘛 對不對 那如果說我要裝 那一個 台拔買來的那個 我就一樣 把好的插進去就好了 好 但是我想我們既然 買了新音響 當然就不用這個東西了 好 我們就把這個移除 好 接著呢 一樣 它這一個 冷氣控制面板 它是背後卡住的 所以要從後面找施力點 好把它挖開來 它後面是黃片嘛 好把它挖開來 是要小心 勾到後面施力點 勾起來之後呢 下面插頭 當然把它一個一個移開 這個呢 有些是 拉到這個 風箱 有些是拉到這個 引擎電腦 因為它這個基本上 所謂的冷氣控制模組 它就是這一顆了 好這個拆掉了 好 那我們看它裡頭有個這個支架 好這個支架皮整個抽起來 才能把我們那一個 16比9的大螢幕放進去 那一樣有螺絲把它拆掉 好螺絲把它拆掉 哇 抽不出來怎麼辦 哈哈 它的上面這個風管 它下面這邊頂住了 所以你還是必須把這個風管 也把它拆掉 它後面 上面兩根 下面兩根 有一個倒溝 好 你必須把它一個一個挖掉 也是要很小心 好上面那個先弄掉 好再來就下面 好 好 當然看我做好很容易 因為我們是黑手 常在拆 我自己那種的話 要慢慢去摸索 至少我會告訴你 什麼地方是有卡榫 什麼地方是有螺絲 好 然後慢慢去 去試那個感覺 不然常在拆的過程當中 我都還沒拆完 東西已經壞光了 OK 好來 那我們這個風管拆掉之後呢 就把這個支架 因為那個風管拿掉 就不擋到了 好 這支架就可以拿出來 好 拿出來這個支架呢 就留著吧 搞不好哪一天要恢復原廠音響 說你還真的需要這個東西 好 拿掉之後呢 現在接下來要處理下半部的問題 好 就是這一個置物盒 一樣把它挖出來 好 這置物盒挖出來 就不要了 然後呢 這個置物盒的位置呢 就是要放 剛剛的那個冷氣控制面板 好 冷氣控制面板拿過來 然後呢 線擺在上面啊 所以跟它相關的這些線呢 都要先預先把它穿到底下去 一二三四 有四個頭嗎 穿到底下去 你說哇怎麼那麼方便啊 因為其實一四十六的後騎車啊 它原廠也是有附這一種螢幕的啊 所以呢 它本來就有冷氣下移的這樣一個動作 只是我們先做了這個事情 好 一下子要透過下面這個孔穿出來 好 穿出來之後一樣 一個蘿蔔一個坑 好 插頭插上 好 好插喔 哇卡住怎麼辦 排檔桿往後移 往後移一定要先 進紅火店 往後拉 好 好這個時候後面線稍微整理一下 哈 好這個冷氣面板呢 好就塞了這個位置 好 這樣基本上已經 把這個基礎建設做好了 接下來就怎麼樣 把那個螢幕塞進去 好 我們螢幕拿過來看看 我們看到它這個後端喔 它其實有兩組線 這兩組線的差別呢 就是說 它在鎖上你的原車的音響線路的時候 你看兩種 一個是原拼 一個是扁拼 原拼是比較舊款車 大概2000年前的 扁拼呢 是新款的 2000年後的 但一樣是E46了 那我們這款車呢 是這個9899的 所以呢我們送舊款的 所以這個新款的先就不用了 好那舊款的呢 一樣 一頭當然就是你的音響這一邊 另外一邊呢 就直接連接到 這很方便 因為它本來就是ForE46的 你就直接呢 把它扣上原來的 原廠音響的一個插頭 好它原來的插頭 一個蘿蔔一個坑 好你看一下 這樣扣一定對嘛 對不對 你看這個地方 要靠進去 靠進去之後 壓 就鎖定了 好基本上這樣一卡之後呢 你的音響 打到ACC 已經通電囉 這樣應該就能開機了 開機了嘛對不對 Android 對的 開機 到底是電腦還是要開一段時間 好你看 喇叭已經有聲音了齁 指現在應該是進收音機 因為還沒接天線 所以收不到訊號 但是基本上已經可以開機了 就好了嘛齁 好我們現在再把它關掉 好 好繼續看後面的線 它這省了很多工啦 因為一般呢其實光接那個喇叭線 就搞得半死了齁 好這個 主套頭上了之後呢 基本功能已經有了 那你另外要再做了有幾件事情 我們看到裡面有附一些東西齁 包括第一個 天線 好這個就是日系車 轉歐洲車的一個插頭 把它插上 另外一頭呢 當然就接上 就接上你的這一個 這個原廠的這個天線頭 如果不一樣的話 要去買轉接座 像這就不一樣 新的 舊的齁 好再來就是這一個 它裡面附的 裡面附給你的這個 GPS天線 好這天線 要找地方穿 好我們先暫時先穿 示範給大家看 好先穿過來 它這個GPS天線很重要 有這個天線之後呢 包括它主機本身內建的 內建的那個 PapaGo 也包括呢 你如果說用下載 Google Map的話呢 它都一樣吃這個天線的訊號 好在後面 它這個有一個 這個USB 你如果說這台機器 你要走Wi-Fi的話 我們一定要走 要不然這個機器多浪費 對不對 你就要另外在這個地方先加一個 這個Wi-Fi的 好Wi-Fi的接收器 就直接先 視線先接上 因為它這個輸出口 是在後方的 OK 好 在這兩個接上之後呢 好 一個是Wi-Fi 一個是這個 GPS天線 一個是收音機的天線 這三個接好之後 OK 基本上功能已經完整了 但是呢 它還有幾個插頭沒有用 你看 欸這什麼 喔這是iPad 如果說你要iPad播音樂的話 它裡面也有附線 好就是這一條 好你看這看這個Apple的線嘛 對不對 一頭呢 就接這邊 這邊 好那另外一頭呢 大家的習慣啦 會把它穿到手套箱這個地方 你如果iPad的話呢 就從這邊來聽 OK 好 那還有一個是 我看看 OK如果說你要接這個 倒車 攝影機的話 它裡頭也有附倒車攝影機 這可以說是非常完整的一個套件 你看 它這個倒車攝影機呢 它就是 我該不是講說 後期你像上面有一個那個小燈 裡面小燈的燈座有沒有 它做的跟其中一個小燈是一模一樣的 把原來小燈挖掉 扣上這個就含攝影機 跟它的一個照明LED 好 然後裡面的電源呢 好這個電源的部分 好一個是小燈 好這是小燈 另外一個這個電源呢 當然就是跟你的這個 reverse light 好就是倒車燈 倒車燈給電的時候 就鎮電給它通電 然後這個訊號線呢 黃色這條訊號線 你就可能要透過車體啊 底下 好穿線 穿到這個地方 會有這個倒車影像的輸入 好給它輸入 那部分我們今天就先不操作了 如果你要做的話 那東西都是可以做的 好 那我們現在就把現有的 先裝好 然後呢推進去 熱線很多啊 你要盡量找裡面有空間 先把它擺設好 如果你擔心有噪音的話呢 可以在這個時候呢 東西分配好之後 找個像海綿啊 或等等這一種軟質的物品 把它做一個固定 會比較好一點 好這個地方 當手套箱穿出來之後呢 就有這個iPad iPad的插頭 一般都躲在手套箱 好 然後我們再看回來 後面線喔 經過一番整理之後 把這個 主機卡進去 卡進去 好 這後面線要經過一番整理啦 好自己找位子 然後呢 這個風管一樣 卡回原位 要記得齁 上下 上下左右端呢 有一個卡榫 喔 要啪一聲齁 就卡好了 卡好之後呢 當然一樣螺絲 上面這兩支是最重要的 好左邊 好鎖好一下齁 大概檢查一下 因為它下方的左右內側是有一個黃片卡繩卡住 所以上面兩個螺絲鎖好之後呢 欸 原則上就OK囉 OK之後最後是做什麼 當然把這個飾條蓋回去囉 還記得嗎 哪邊先 拆的時候右邊先 裝的時候呢 左邊先 好左邊這個齁 一樣 它背後 有這個 弓頭把它從這個 橘色的這個底座 把它插進去 好 就定位之後呢 右邊這個長條 要記得 它這邊是覆蓋掉左邊這一塊 一樣 一個孔對一個孔 好 好 這樣就大功告成啦 好 那試驗一下齁 它的功能怎麼樣 好 首先先看一下冷氣有沒有接對啊 好 把它引擎發動吧 欸 來 我們看一下這裡 冷氣這裡 你看 動作完全正常齁 冷度 然後 溫度設定 好 所以這面板是OK的 沒有問題齁 好 那我們再看螢幕再開機一次 好 Android 好 我們看這開機之後呢 這是它的首頁嘛 好 首頁 然後呢 它這跟平板完全一樣 你可以滑動 好 這每一個都是選項 電視 iPad 碟片 在iPad我們剛才講 手套相有 如果你手套也有擦iPad的話 它就會選到 AUX-IN 好 這是耳機孔 然後呢 碟片就是你看DVD或MP3 然後它這白的地方怎麼辦呢 就跟我們手機一樣嘛 你按下面這個APP選項 好 這選項裡面當然你可以去 下載很多東西 從這個Play 那這個Play呢 一定要上網嘛 上網的話 透過i-Fi 我們剛才不是在後面有接一個 這個Wi-Fi的USB的 這個接收器嗎 所以你手機 手機要先開這個熱點 來我們大尾 看一下手機熱點 先看一下手機熱點 開了嗎 嗯 開了 開了 好 有熱點之後呢 你只要經過這個 配對 好 因為這支已經配對過了 它應該會直接會搜尋到 有 好 有了齁 來這個 表示說呢 它現在已經有接收Wi-Fi訊號 但你不一定有手機啦 你如果說現在開到Saven旁邊的話 你就可以搜Saven 好 那你看Google 這個Play商店 好 Play商店裡面呢 它就跟這個 上網是完全一樣的 就可以找 你所需要使用的一些APP 好 那你下載的 不管任何APP都會出現在這個地方 那你要把這地方的這個 i-Com進入到首頁 是很容易啊 對不對 比如說我們要把GPS Test Plus好了 我們就後注 欸你看 又推到這裡頭來 它就變成首頁的其中一頁的東西 這應該很容易的齁 雖然不是 我在臉書不是講嗎 唉唷 可以看這個007耶 就YouTube也是我經過下載 APP進來齁 YouTube 好這進入YouTube畫面齁 看你要看什麼東西 那我們當然要看0077這頻道對不對 看到我們的正妹齁 那裡面 你看 我們現在正在拍翻新中古車的下 我們可以在這地方去看中 來 翻新頭第二彈 你看那Mark很舊 我們現在換新的Mark了 好先把這個椅子給拆除 好 所以你看這是不是很酷 功能非常非常的多 那當然它基礎的功能 包括它原來內建的PAPAGO導航 也包括你要使用的這個Google Map 好裡面都可以使用 那這個部分我們來試試看 好現在比如說你看一看之後呢 你要回覆到這個Navigation 導航就按它的Navi 它會進入它內建的 內建的這個PAPAGO 這個地圖就會跑出來 好我們現在哪裡被你們發現了 我們現在在內湖的B3也在山上 好那如果不要用這個呢 當然可以啊 回覆這個Mute其實就是一個回覆鍵 好一樣我們在哪裡 可以在這個APP有下載Google Map 按地圖 當然這個地圖的話 就一定要在Wi-Fi收訊的情況之下 它才可以用 那如果是PAPAGO就不用 它原來就有了 所以你一樣 可以用這個Google Map 來做你的這個導航 那其他的話 比如說它原來的功能啊 我剛才講過了 你要電視 電視的話 你必須要另外買一個電視盒 或者接數位電視 但我覺得不太需要 因為其實呢 你有這個YouTube之後 什麼都看得到 那你要播放音樂的話 這裡有一個SD card SD card插槽 就播Extend SD 就可以播放裡面的這個MP3的音樂 那如果說你要外接這個Memory Stick的話呢 這裡有一個這個USB的插頭 沿接線出來之後呢 一樣可以去播 播放裡面的MP3的音樂 那如果你要聽KKBOX的話 當然也是回到首頁 回到首頁 用這個KKBOX聽音樂 這樣一切就搞定了 好那我們這個音響裝完之後呢 這一部E46 原則上就等啊 這個17吋的鋁圈 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把它換上 再看看要不要換 換的話一定會 油耗增加 然後比較顛簸一些 真的好看 好那等於說其他部分 可以說百分之百都完成了啦 那這一個16B9這個螢幕呢 其實價格網路上很多 從大概1萬塊尾8 到3萬塊都有 那大家自己可以去做選擇 我覺得功能的確很強大 但是呢 這樣的東西到底對你的行車習慣 或行車安全是正面或負面 我覺得可能有自己的一個想法 但我覺得炫度 跟它的這個質感跟密合度 原則上都是算非常非常的好的一個東西 好那這個 這部這個318從我推出 一直到在臉書上 而且很多人問說 哎呀 要不要跟我買啊 什麼什麼的 其實原則上我們的車子 我翻新好之後 應該就是先保留 我也希望辦一個活動 好可能就是我們翻新過的 包括前一台的E38 跟這一部的E46 來一個賞車會 然後呢 也許做一個現場拍賣 好那這部分的活動呢 我是希望說 大家不見得是要跟我買這個車子 因為有時候我們拍攝的過程當中 跟實際上是有一部分 是有些是不太一樣的 那透過當面的一個溝通了解 那認為是不是適合你的需求 那個再去做這樣的一個處理 不過 我們拍這一個影片 重點是讓各位知道說 你用怎麼樣的車子來做翻新 是對你划得來的 另外一個就是說 一般的這個中古車的挑選 該怎麼挑選 重點是什麼 什麼是符合你的需要的 再最後一點就是說呢 怎麼修 其實才是符合你真的需要 好我們這個第二段拍到這邊呢 也到告一個段落 希望這兩集的節目裡面 讓大家會覺得說 對於這個中古車的挑選 跟它整理的過程 甚至車種選擇 對大家是有幫助的 讓我們大家繼續來期待第三彈吧 你需要我們去翻新什麼車呢 可以到臉書留言 來我聽聽看大家的意見 請坐在一起 在這旁邊 我會知道 跟我們來期待 一個小時候 在這裡 我們可以看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